一处神秘的地下实验室中 刚刚发生了一场血腥的屠杀 血浆分射满是尸体 一名小女孩此刻正喘着粗气 拼命地从实验室里逃了出去 花姐随即便派出全部手下 势必要将这个女孩给抓回来 女孩一路狂奔 不知道跑了多久 终于在一处农场里晕了过去 清晨时分 农场的主人马叔发现了女孩 于是便将她抱回自己的家中 并请来了附近的医生上门诊治 医生告诉马叔说 女孩的身体并无大碍 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不过脑袋似乎是受过创伤 很可能醒来之后 也不记得之前的事情了 送走医生后 梅姨看着眼前这个可怜的小女孩 当即决定收养她作为自己的女儿 就这样一转眼十年过去了 女孩已经长成了大姑娘 马叔还给她起了新的名字 小美 这天小美一个人外出帮马叔采购牛饲料 回来后又主动帮马叔干活 对待养母梅姨 小美也是十分的用心 虽然这些年梅姨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 但小美始终不离不弃 在她的身边细心地照顾其居 这晚 一家人正坐在一起吃饭 电视上突然报道新闻说 最近的牛肉价格跌得厉害 很多农场的养殖户都赔了钱 马叔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吃完饭 小美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头疼得厉害 似乎整个脑袋都要裂开一般 不过一分钟之后 小美又恢复了正常 所幸她就没把这当回事 第二天 闺蜜约小美一起出去玩 还鼓励她去参加一场真人选秀的节目 因为据说 拿下这个比赛的冠军 就可以得到五亿含元的奖金 起初 小美并不是太感兴趣 可是想到 最近家中生活拮据 如果能借此赢得这笔钱 也算是帮马叔缓解了生活的压力 于是小美便鼓起勇气 报名参赛了 最终 凭借其优美的嗓音 和一段麦克风悬浮魔术 顺利地通过了海选 第二天 闺蜜便陪同小美一起 坐上了去往首尔的火车 准备进行复赛的比拼 一路上 小美和闺蜜有说有笑 突然 一个神秘的男人 坐在了他们的面前 男人叫小帅 上来便称呼小美 为魔女小姐 小帅见小美一脸迷惑 微笑着正了身子 随后 轮圆了一个巴掌 朝小美打了过去 闺蜜见小帅行为怪异 于是便呼喊着要报警抓她 无奈之下 小帅只能起身离开 可临走的时候 她还特意地对小美说了一句 我们会再见面的 于是便一个人愤愤地离开了 在回去的路上 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大叔 不小心撞了她一下 小帅却勃然大怒 直接徒手捏锁了大叔的手腕 随后 将她整个人都按在了车厢上 随着一声轻碎的声响 大叔的脑袋被小帅凝断 随后 她又一只手拎起大叔的尸体 直接扔到了火车的外面 另一边 小美和闺蜜二人 也终于来到了复赛的演播厅 舞台之上 小美静静地唱着歌 而就在电视的另一端 花姐正躺在沙发上 看着小美的演出 比赛结束 小美顺利地晋级了16枪 可刚从演播厅里走出来 小美就又头疼地厉害 她只能一个人冲进厕所 痛苦地蜷缩在了地上 鼻子也流出了很多的血来 原来不久之前 小美就曾一个人去医院看过病 医生看着她的X光片说 需要尽快手术治疗 否则可能活不过三个月 但是 小美考虑到家中的经济情况 一直都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马叔 就在小美准备回家的时候 一伙黑衣人突然拦住了她的去路 猥手的那个刀疤男 热情地邀请小美上车和自己聊聊 可闺蜜却在一旁说 他们现在要急着去赶火车回家 刀疤男听后 又主动提出要送小美一声 眼看小美依旧犹犹豫豫不肯上车 刀疤男随即便准备让手下 强行把小美给拖上车 就在这时 一群小朋友从演播厅里走了出来 闺蜜见状 立刻趁乱拦截了一辆出租车 带上小美便一起坐车逃跑了 就这样 小美和闺蜜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小镇 天空下起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闺蜜只靠打电话 让爸爸开车来接他们回去 这时 一辆黑色的汽车却停在了小美的面前 车窗打开之后 里面坐着的竟然是 他们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小帅 小帅威胁小美说 如果你现在不尽快地赶回家中 那么你的养父养母很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说完便升起车窗离开了 小美听后立刻飞奔着往家里跑 并大声地呼唤闺蜜 要她赶紧报警 雨越下越大 小帅一行人的车已经来到了农场的大门前 不过好在警察也紧随其后赶到了这里 很快 小美也坐着出租车赶了回来 快警车里空无一人 家里也是毫无亮光 小美心中顿感不妙 于是冒着大雨气喘吁吁地冲进了家中 结果 却正撞见警察和马叔在下棋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雨很快就停了 警察临走前还特意地嘱咐小美说 刚才那伙人来自美国 看他们的样子应该不是好人 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才行 到了晚上 小美的头痛又开始发作 而闺蜜碰巧却上厕所不在身边 可就在这时 一伙神秘的黑衣人 却悄悄地潜入了小美的家中 听到马叔的房间有异响 小美随即起身准备去查看情况 结果刚刚推开房门 就被一杆枪抵住了脑袋 闺蜜也被人用刀架在了脖子上 而来人正是那天 在演播室门前的刀疤男 刀疤男说 自己脸上的伤全败小美所赐 她苦心寻找小美多年 如今终于可以报了当年之仇 可小美却带着哭腔地说 可即便如此 刀疤男依旧不愿相信她的话 直接命手下用刀 在闺蜜的脖子上 划开了一道口子 小美见状 眼神逐渐开始变得很浪 然后突然一把 读过黑衣人手里的枪 很快 房间里就只剩下刀疤男一人 小美快步上前 一掌打断她的脖子 然后把她死死地按在墙上 只打了她口吐鲜血 才肯顶手 最后 小美一枪打穿了刀疤男的脑袋 尸体重重地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目睹了一切的闺蜜 此刻被吓得蜷缩在了门口 而小美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手 也仿佛是经历了噩梦一般 吓得她把枪也扔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 小帅再次走了出来 她告诉闺蜜说 小美其实是一个基因改造人 只要她想做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难得倒她 就连自己额头上的那道疤 也是被小美打的 可小美 仿佛对此都不记得了 但是 她为了保全家人和朋友的安危 还是答应了小帅的要求 一起坐车 前往了一处秘密的试验基地 在这里 小美被人强行绑在了一个椅子上 关进了一个审讯室中 这时 喇叭里传来了花姐的声音 她说 自己这十几年来 一直都在寻找小美的下落 如果不是最近 她报名参加了那档选秀节目 恐怕到现在 也找不到她 说吧 花姐便命令手下 朝小美的脖子上 注射了一针神秘的药剂 而小美的记忆 也在一瞬间 回到了十年前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小美 还是一个只有几岁大的小女孩 某天 她被一群人绑在手术台上 进行了基因改造的实验 体内的暴力基因被全部开发 伸手和力量都远超常人 甚至可以随意地改变物体的空间结构 用意念拦截飞来的长剑等等 即便是一人 面对几条恶犬的围攻 也能轻松地应对 在当年 小美可以说是基因改造最成功的案例了 但是 由于小美体内的力量无法被控制 上级领导考虑再三 还是决定将这批的改造人 全部杀死 以绝后患 不料却被小美逃了出来 并一直苟活至今 花姐还告诉她说 改造人大脑由于被过度开发 一般活不了多久 就会蹊跷流血而亡 说话间 小美的脑袋又开始了剧烈的疼痛 花姐为了让小美听命于自己 命手下给她注射了一枚特效药 可小美的身体 却在此时突然发生了异变 随即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利用意念破坏了监控设备 然后一个瞬移直接拍死了房间内的看守 原来小美一直都是伪装 与其说她是被绑架到的这里 不如说是她自愿找到的这里 而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到能缓解自己头痛的药剂 此时特效药已经注入体内 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小美施展超能力了 花姐眼看情势失控 立刻朝审讯室里释放了大量的毒物 小美也逐渐消失在了花姐的视野之中 而当浓雾散去 审讯室里早已不见了小美的踪影 突然 花姐身后的两名保安 被天花板上射来的子弹打倒在地 而小美也缓缓地出现在了花姐的身后 这时 小美才说出了她藏在心中多年的复仇计划 自从她得知自己命不久矣之后 便更加迫切地想找到花姐 尽快拿到解药 于是她便主动地在电视上曝光 为的也是让花姐发现自己还活着 随后 小美直接开枪打断了花姐的一条腿 逼问她剩下的特效药藏在了什么地方 就在这时 小帅也带人杀了过来 她一掌拍碎了墙面 将小美打回出去了好远 而下一秒 小帅就对小美掐住了脖子 狠狠地按在了玻璃门上 然后又被重重地摔了出去 小帅被小美 一脚踢飞 撞破了铁门 倒在了实验室的前边 而后 小帅快速地飞沿走壁 躲过了小美的磁弹 用一旁的铁区做掩护 快速地接近小美 随即 一枪射穿了小美的手掌 可对于拥有超快自愈能力的小美来说 这点伤根本不算什么 最后 小美凭借一己之力 杀掉了实验室里全部的改造人 并顺利地拿到了剩下的特效药剂 小美在离开之后 将整个实验室都炸成了碎片 随后 她又来到医院 把拿到的特效药交给了马叔 要她记得一定要按时给梅伊出生 以此来延缓阿尔茨海默症的恶化 电影的最后 小美在挥手道别闺蜜之后 一个人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几个月后 她又找到了花姐的妹妹 似乎只有她才能彻底地治愈小美的头痛症 那这其中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期待后续作品中能陆续地给出答案 这部上映于2018年的动作悬疑电影《魔女》 可以说是一部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爽片 暴力的打斗场景 以及血腥的枪杀画面 让这部片子颇有一种暴力的学生存在里面 再加之 女主各种变怒的超能力 感觉她甚至可以凭义己之力 打败整个复仇者联盟啊 只可惜影片的前半段铺垫过长 再加之一些逻辑和剧情上的漏洞 使得全片看起来有些拖沓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否期待这个系列 能出更多的续作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